大家好我是清兵 我们来聊聊怎样选一副好的防蓝光眼镜 现在每天一回家就是电视电脑平板手机 然后手咬 眼睛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一出门一进电梯就是广告 然后楼宇广告 然后马路上有公交站牌的各种广告 然后到了车上又车上有各种广告 坐地铁也有广告 然后就算你坐一个出租车 上面还是有广告 如果你开自己的车的话 它也会有一个液晶屏 或者两个液晶屏对着你的眼睛在照 有时候还在加一个手机导航 上个屏幕不停地对着自己 然后到了办公室又是电脑平板手机手表 所以现在的眼睛的压力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大 这些各种各样的屏幕对眼睛的伤害 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屏闪 一个就是蓝光 屏闪的话主要是由屏幕的材质 和它采用的调光方式决定的 比方说用真DC调光的LCD屏幕 就没有屏闪的问题 我在之前有几期节目聊过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主要聊一下怎么样防蓝光 就是无论任何屏幕 都可能放射出蓝光 它对眼睛的伤害也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其实不只是屏幕 就是大自然的光线里面也是含有蓝光的 如果光线过为强烈的话 也会伤害到眼睛 所以选一副好的防蓝光眼镜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现在的蓝光眼镜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 到底怎么去选 当我们去浏览各种眼镜的时候 经常会被搞糊涂 我自己戴防蓝光眼镜 戴了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接下来我就从四个方面 把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个人经验的好处就是比较实用 比较实在 都是来自于实际生活当中 可能坏处就是比较阻光 也欢迎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或者知识 可以给我留言分享 首先要选一个防蓝光眼镜 就是选它的重量 我这四年戴了大概十来副的 不同的防蓝光眼镜 我觉得重量在15克到25克之间 都是比较OK的 像我这一副眼镜 它的重量就是20克左右 你们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网购的话 因为网络那些平台很多商家 他写的重量都是写的什么镜框的重量 或者镜片的重量 它写的不是整个眼镜的重量 关于这个问题我就被骗过 在节目最后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因为你不可能买回来就把它拆掉 然后去撑某一个部件 而且就算你拆了撑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键的意义 因为你戴的时候是整个眼镜戴在身上 所以一定要看它总体的重量 像我这一副眼镜 是我最近戴的最久的 这副眼镜曾经坏过 然后我又买了一副新的 但都是同一款同一样的 加在一起戴了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 现在一直在戴 它的准确重量是19.5克 戴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 就算一天到晚都戴着它 也不会觉得脸或者耳朵或者鼻子很累 甚至有时候戴着它睡着了 都完全没有感觉 除了重量之外 第二个要考量的就是它的镜框 一定要是可调节的 我这有一个拆下来的镜框 镜片已经拆掉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钛金属的镜框 所以它整个都是这样子可以调节 可以遮弯 也不会坏 镜头也是这样都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这镜拖 就鼻拖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调节的 就算你是去商场的柜台 亲自去买的话 我建议你也要买这种可调节的 因为有一些固定的镜框 你刚戴上可能觉得很舒服 戴个几分钟也觉得很舒服 但是如果戴久了 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就会不舒服了 所以一定要让它可调节 或者最起码的 要这个鼻拖是可以调节的 我曾经戴过一种塑料框的防蓝光眼镜 它的整个镜架是不能调节的 但是有一定的弹性 只有鼻拖能够调节 戴起来也还比较舒服 但是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整体可以调节的更舒服 调节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戴眼镜 不是总这样戴着 然后正经微作 这样看书 或者用电脑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趴着 手会撑着它 有时候会躺着 然后它都会这样受到挤压变形 如果它本身是可调节的 说明它的弹性 或者变形度 都是比较好的 其实就是在你做各种不同动作的时候 它也会更舒服 更贴合你的耳朵 还有鼻子 第三个选镜框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腿 它跟耳朵接触 还有鼻拖 跟鼻子接触 这四个地方 两个鼻拖 两个腿的位置 一定要去摸一下 要让它一点割手的感觉都没有 或者戴一下 不要让它有任何的 那种尖锐的 或者过细的感觉 一定要是圆润的 戴上去非常舒服的 这样时间久了之后 不但不会感觉到疼 还甚至会感觉到好像没戴一样 都忘记了 原来自己戴了眼镜 这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是看镜片 选择镜片的话 第一个要考虑的 就是过滤蓝光的过滤的比例 现在是没有任何眼镜 可以说把所有的蓝光都过滤掉的 只能过滤掉部分的蓝光 在过滤蓝光的镜片当中 现在市面上有过滤百分之十几的 最高的有过滤百分之六十几的 但是并不是过滤蓝光的过滤率 就越高越好 我曾经戴过一种过滤蓝光的过滤率 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但是那种眼镜 它的整个镜片都发黄 而且还有一种灰蒙蒙的感觉 那个眼镜我买回来只戴了两天 实在适应不了 然后我就把它给退掉了 因为戴上之后看东西 就会看的不清晰 尤其是开车的朋友 千万不要戴那种眼镜 我就是因为戴那个眼镜 然后开车出库的时候 把后面给刮了 所以第二天我就赶紧把它给退掉了 当然蓝光的过滤率过低也不好 太低了好像戴上没什么作用 对不对 我比较推荐的 根据我的经验 就是又可以过滤蓝光 让眼睛感受更舒服一些 又不会怎么影响清晰度的 最好的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一副 它大概是30%左右的蓝光的过滤率 如果您觉得30%不够的话 还可以选一种40%多的 那种就是略微的有一些偏黄 但是总体还好 戴上去看东西还是能够看清楚 我曾经有一副那样的眼镜 我戴了大概半年多 后来换了这种之后 我觉得还是这种比较舒服 那个眼镜我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是小米的 我刚讲的两款都是小米的 50%几那一款 我退掉的也是小米的 40%几的过滤 蓝光绿的那一款也是小米的 它都是一个塑料框的眼镜 鼻拖是可以调节的 戴上去还算比较舒服 但是镜片 没有像这种镜片的感受要好 像这个镜片在看电脑的时候 它是有一种把光线降低 但是依然很清晰 甚至更清晰的一种感觉 除了蓝光的过滤率之外 镜片的第二个考虑因素 就是它要可以变色就更好了 因为经常戴它 比如说夏天有时候出门 带着它忘记摘下来 或者出门要看手机一直戴着它 它是可以在阳光之下变色的 太阳越猛烈 它颜色就会变得越黑 有一定的像太阳镜一样的作用 像我这副眼镜 如果买那种没有变色功能的版本 是118块钱 加上变色功能的版本是128块钱 其实价格也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推荐大家是要买这种 可以变色的版本 还有第四点 我就要讲一下我被坑的故事 就是买防蓝光眼镜 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统一的行业标准 也没有形成什么真正的口碑产品 而网络销售 各种欺骗 各种插边球也是挺多的 我买这个眼镜 其实也是被坑过的 这一家的眼镜 我一共先后买过四五副 自己先后用过三副 有两副送人了 像我手上拿的这一副 它号称它的镜框的重量是5克 非常轻 就跟三张A4这样的纸差不多的重量 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买回来 不可能就把它拆了去撤 直到我的这一副眼镜的上一副 就是跟它一样的 它的镜片坏掉之后 被我不小心刮烂了之后 我才把它拿去撑了一下 然后发现它的重量实际上是9.5克 我在这家店还买过另外一副 号称它的镜框是9克重的 那副镜框买回来我也没有撑过 但是后来它也是镜片被我弄坏了 然后我就撑了一下 它的镜框是真的9.5克 那么这副5克的比9.5克 它是要更贵一点的 所以我们买眼镜的时候 一定不要相信它讲的什么镜框多重 或者镜片多重 一定要问它整体是多重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我被坑了之后 我还很当心 因为它自己说它的镜片的绿蓝光率 我记得当时看是30%多 后来看到网络上很改了 说是约30% 我再怀疑它有没有能够达到30% 因为现在整个防蓝光眼镜的行业 就是这样子 它可能把镜片送去检测的时候 是可以达到防蓝光30%的 但是真的亮场或者卖的版本 可能没有那么好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因为我也没有专业的设备 去做这样的测试 我查了一下 如果要买一个测试蓝光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仪器的话 好像最便宜的要5万多块钱 人民币5万多人民币 而且是最便宜的 不知道功能权不权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的经验就是 首先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选它整体的重量 不要去在乎它的框是多重 或者它的镜片是多重 买回来之后可以称一下 是不是这么重 然后第二个 一般我们买了防蓝光眼镜 它会给你赠送一个测试蓝光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蓝光笔 虽然说当用蓝光笔和测试纸 是不能够准确的测试出 它到底能够过滤多少蓝光的 但起码可以知道 它是不是能够过滤掉 不分的蓝光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你戴它的真实感受 你感觉戴上它之后 是不是长时间的看屏幕 或者当看到比较亮的 屏幕的亮度的时候 戴上眼镜 眼睛没有那么累了 没有那么容易干涉 或者流眼泪 或者不舒服 或者肿胀 或者感觉眼压比较高 或者感觉眼睛比较容易疲劳 如果你感受到了 它起到一定作用的话 那就把它保留下来 如果你感受到 它一点用都没有 那肯定是买错了 OK 我们刚刚比较的 四个方面的做成了一个表 供大家参考 感谢您观看 订阅点赞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